如果政党 那个可能是选民 可能是有能力影响政策的 那我想特别在能源政策上 那个大企业 他们的经济力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 特别像麦尔克所属的 这个基督教民主党 那个传统上人家会认为 他这个大企业对于基督教民主党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他怎么去说服这些德国的工厂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能源政策 有没有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很多不一样 有的公司 其实他们自己 投资在发展方面 所以一些 德国的汽车公司 他们在他们的工厂里面 投资在那个能源方面 他们自己供应能源 所以这样他们可以增加在那个发展 那个市场上 他们可以转钱 也可以供应自己的店 有的时候 这是最便宜的做法 有的时候 有的公司 这次我刚刚刚刚讲的 他们需要多多政府的工厂 可以帮助 因为他们的严际竞争情况 太特别了 这是刚刚说的感谢 很可思认的 嗯 可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德国的企业 其实是个中小企业 他们打不分会 会 会 看那个 因为那个 那个能源的整次是很长期的 我们很长时间知道 他们有改变他们的能源消耗 为了继续 呃 保持他们的 精神情况 所以我觉得 最最后还是投资在信念自己 在接力方面 帮助他们 还有什么问题呢 对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都没有请大家解采 要不要请你先介绍你孩子的单位 哈哈哈 我刚刚都忘记了 有很多各界 很多关心的NGO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姓李 其实我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 那个 医务的讲师 那今天我是很有兴趣 德国做事的方式 所以来听 那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第一个是 虽然德国有目标要达到非核胶原 可是高阶核废料这个东西是 不管怎么样 全世界各国都很商榜金的 那不晓得德国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 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做法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合肺料 合肺料 对 那第二个是 其实之前我也有听过人家分享 德国现在在推动工业4.0的一些计划 工业4.0 那这跟刚刚您所讲到说 能源在一个政策的制定 不是政府自己关起来做 而是网邀 学者或者是企业 一起来共同处理 这件事我听起来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德国的产观学研的合作是很密切的 而且是真的用正确做事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可是德国人好像真的会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事 那那个原因 应该不只是您说的 只是害怕未来问题 所以会这么理智吧 我对这个东西很好奇 做事的方式是很有效率 而且真的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也想问看看 特别的飞料其实很简单的回答 德国还在研究中 对 对 那长时间德国政策家 政治家在谈论这个问题里 我们有一些研究的地方 很多人看医不满意 刚刚他们批准好了一个 很飞料的一个法律 其实这个法律说 我们先研究一些不分 我们先研究很多的地方 然后下一步跟人讨论 可能你视频后再次问我 可能可以问答 第二部分 我觉得非常重要 了解德国的那个经济政策 德国政府不股贴的 产品或者帮助他们 德国的经济政策是非常 大家记得 所有的政治党支持的一个想法 他们要自己处理它 也没有人会帮助他们 也没有人会帮助他们 他们不是第一名的一个行业 因为最后的帮助 他们要自己达到这个问题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非常会害怕的人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如果你不小心突然有别的公司 你自己离开 你非常害怕这个情况 你非常害怕这个情况 所以德国政府的公司 他们一直愿意 提早一点投资 提早一点看 要什么未来的发展 你可能要迷惑的走什么方向 我也要重视个适合 未来的问题 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不过政府说 我们以前是一个问题 其实德国政府会说 越来越多的竞争 越来越好 竞争强 要竞争强 你要竞争强 要竞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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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问题吗 但是为什么 我决定要 跟美国政府跟你竞争强 因为这个 这种不拯定的情况 你看他们的感谢公司 不是在德国里面 有竞争 他们跟美国 雅丁美洲 印度 这些公司 做竞争 对 可是我们的肩价 比这些国家高了 高了多 你 你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说 把我们还不管了 那这样你 百分之百知道 德国的感谢行业 可以 他没办法 因为他的技术需要 就是不可以解决 有的行业 不行 就是这个 跟原济的情况 有关系 还没有一个 保护其后 全球的国家 没有一个 这样的 协调漏洞 这样的情况 还没有 所以 如果政府 要看情况 会 比眼睛说 我们原则是这样 我不惯感谢公司 特别的 还要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目前在讨论中 什么行业 其实 要得到这些方法 刚才 有的 特别讨论 最近 一些交通公司 就是说 在城市里面 不能交通 也不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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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税 这些 这个 很多人都觉得 这样 不行 也有 努力 解决能力 虽然 每个人的交通 非常地提高 就是 他们的交通 也要做出 所以 每个行业 虽然 有一个 竞争的 感受 也要 他 一些行业的 才是 不可以 等一下 先请这位 你要再请我 介绍一下 您是 我是像在 北市府 替代 好 然后 我好奇 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关于 再生能源的一些事情 那 我是比较好奇 就是你的看法也想说 目前来讲 台湾最大的主力是什么 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不愿意涨电价 不愿意缴更多油钱 还是政府没有兴趣 去投资在再生能源上面 又或者是 公司 企业 不想去碰这块 这块 这块陈内的那个状况 还是 我们就是没那个技术 我是蛮好奇 像目前我们 就是你你的看法 这可能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或是 你你的看法像 你从 呃 外人的角度看台湾目前的状况 那我们目前 为什么没有继续往这方向 或是往这方向冲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您先请那个 请问 请问 好 谢谢 因为我前不久才又听到我们中心院的董事长梁雪 那又在提说 德国因为使用了很多的绿能 所以非常不稳定 一年跳电二十几万次 那就是说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德国 我知道好像有类似这样的报告 但是跳电二十几万次好像对德国没有什么影响 不然你们的工业早就垮了 然后他还非常洋洋得意的说 因为台湾的绿能很少 所以我们跳电次数比你们低很多 可是我看我们的工业怎么样都赶不上水果 那我就不懂一件事情说 好 他不断的讲 到现在还可以这样讲 前几天还这样讲 第二点 这个 他一直讲说 德国因为使用了很多绿能 然后所以德国的电价非常的高 我去看没有错 德国的电价也比法国高 法国百分之七十五是核电 但是我看到欧盟的统计局的统计 失业率 各国失业率 从2008年开始 德国的失业率不断的往下降 法国的失业率不断的往上涨 那以我们政府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要有核电 台湾才会有这个经济发展 那德国用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核电 那他们的经济应该比你们好好几倍才对啊 那为什么刚好是相反了 谢谢 我记得很难回答的一些 可能跟 跟那个颠价开始 欢迎来到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那我们跑往下走 有一个更正在 和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